《枪枪三人行》 《枪枪三人行》 我还是会挺开心的 我觉得自己参与部电影能够得到提名 就证明我这么多年对电影的坚持跟热忱没有白费 我觉得这是挺令人鼓舞的一件事情 说的跟电影节组委会 就跟那种站在台上主持台上说的话很像 像我们内地你能当政委 当书记 有这个资格 当演员比较好 你看我们这个编导跟他接触 昨天告诉我一个发现 说呀刘嘉玲啊 以为是什么大明星啊 好像过去外界以为大明星 然后他说我跟他聊了聊啊 其实就是个文艺女青年 文艺女青年 你知道我们用的这个词吗 我知道我知道 文艺女青年 那是我小时候听到的那种名字 比如说他真心喜欢的实际是文艺片 对 而且我还注意到新京报采访他 你知道采访你的记者后来写了一个手记 就是说采访完了之后他回香港 回香港又在电影院 把这个好奇害死猫这个电影 你演的这个电影 完整看了一遍 然后又打电话给这个记者 这个记者才猛醒 说哎呦 原来可能是这些年啊 愿意真正跟他谈电影的记者 太少了 说很有兴趣谈音乐 谈剪辑 哎呀在香港的记者 想看香港愿意跟歌星 谈音乐的记者很少 愿意跟演员谈电影的 也很少 对 都不会谈这个吗 现在 你看那些报纸的那些头条出来 都不是专业的 都是一些身材啊 嗯 当然你身材也是非常好 我经常看 对对对 什么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 也没办法 伸出来就这样 真是 没有刻意 你怎么能一直维持这个身材呢 我问点题外话 其实我想 我挺注重健康的 比如说我最近开始戒了烟了 然后我运动了很多年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呃 有一个很好的体魄 有一个状态 是挺重要的 因为你 不停的要再做准备 当机会来了 角色来了 你就可以好好的把它 把握住 嗯 你觉得在这部电影里 你的状态好吗 呃 是你演绎的 因为我知道演员 好像都有一个说 这段时间我的状态 或者在这部片子里 达到了上下的一个 嗯 我是很认真的来参与这部电影的拍摄的 嗯 整个过程我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觉得 最重要是我自己觉得 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有进步 嗯 就是我最 开心的一件事情 你好像是第一次拍内地导演的 对 是吧 对 你觉得跟以前 比如说拍香港导演 或台湾导演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想认真的导演 他们都有一个模式的 他们都很喜欢跟自己较劲 嗯 然后跟自己不妥协 嗯 所以我觉得成功的人 都有他原 呃成功原因的地方 比如说你说 呃 王家卫吧 比如说侯孝贤啊 李安那些著名的导演 现在的张一白 他们都是对自己 非常有严格要求的那些导演 嗯 就是他们拍完一部 呃一个镜头 他们会回去想 或者是现场马上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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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改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 一个气氛非常的浓厚 嗯 我喜欢 喜欢和这样的导演合作 嗯 所以这样的导演 让你破油漆破了四回 是吗 对 而且我自己也要求 很多场戏 我 我在呃 演完之后回去想一想 我觉得 好像还可以更好一点 那我就会去跟导演申请 那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张一白导演 他也很明白 有些演员在 那个时空里面 在那个空间里面 他可能没有把 那个 那个台词 或者是整个 呃表情发挥的 最好 如果你可以要求 我有 我有这个条件 嗯 可以配合你的话 嗯 他还是会 呃 负责 把那个景搭出来 重新搭出来 然后再 再出一组通告 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 我 我很感谢 张一白导演的 对 所以张一白导演 你见过吗 没见过 也是个满脸痛苦的人 是吗 他在描述 而且咱们可以放一段 张一白导演 把这个好奇害死猫 听说还是盗版DVD 给了我们一个 啊 他给的那个是报版 不可能吧 不可能 不可能 这太那个了 我跟你讲 他这一段 让我浮想联篇 他这个电影啊 是个话题电影 哦 这里边就说 他演的一个千语 其中有一段呢 就说这个 这个这个乌村 这个小区的保安 嗯 跟这个主妇之间 发生一些 暧昧的感情 后来一直玩到 地下车库去了 哎 你咱这地下车库的 激情戏 你到电影院再看 对对对 咱们现在可以看一段 就说很奇怪的 一种场面 就是 保安会进到你的家里 嗯 然后跟主妇 要咖啡喝 嗯 那样一种 哎 就是什么叫 所以就有社会话题 就以后 呃 各个家庭都不准 主妇在家弄咖啡了 嗯 西方人的传说 就是不能轻易 找那个水管工 对 知道吗 一般容易比较偷情的 西方人的笑话 总是说 家庭主妇在家 找个修水管的 对对对 嗯 他这是找了个保安 找了保安 咱们来看一段 哎 这个很小演的 这个近几年 然后他没怎么看过你演戏了 呃 因为我近几年 对自己的要求 有更加严格了一点 我的角色呃 不多 但是我 精以求精 哈哈哈哈 我想我 比如说 吴坚道的 Mary这个角色 嗯 戏份不多 但是我喜欢 我觉得 我对那个角色 有幻想的空间 我也 愿意去 接受这个挑战 这个唱诗 那你对以前的不满意 是什么不满意呢 呃 以前可能我 接片的量比较多 然后也 没有 很好的 去把握 那个角色 为了片酬多 还是为了什么 呃 也不是片酬多 就是 反正机会 来了就接接接 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 都接 然后我现在觉得 不应该这样子 要 要认真一点 少儿精 好 咱们来看看这一段 嗯 对不起 我穿里面有箱东西 你能不能帮我拿大楼 等待我 我到花房时 你把这些泼下去 我要喝咖啡 你能为我煮一杯吗 怎么回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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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